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歡迎來參加今天由台灣友社所主辦的 2015年地方自治改革座堂會 現在當然我們剛才最近來講的話 是年底今年2016年的年初1月16號要投票的 這個大選年大家都忙於這個總統 還有副總統和立法委的學聚的事務 加上上禮拜六的馬錫會的議題 導致我們現在整個大家人民關心的地方 都在於所謂國分在中央這個層級 還有兩岸關係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今天會舉辦這個座堂會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知道 地方自治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那地方自治如果沒有搞好的話 民主政治是不可能會上軌道的 那所以我們都知道 其實不管哪一個政黨 你可以看得出來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在從政的時候其實都很注重這個地方自治 包括這是歐洲、歐陸 包括美國、英國等這些國家裡面來講的話 地方自治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包括歐、歐盟都有地方自治現障的所謂的提出 就可以知道說 所有的東西、所有的民主政治都來自於日常的公民生活的參與 也就是說公民要參與政治生活 要參與公共事務一定是從他周邊開始 那從周邊開始來講 各位都知道地方自治就是我們民主政治的最早的原型 就是從地方自治這個部分來處理 那台灣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向來是中央集權 那地方自治呢 向來這個地方這個事物呢 向來是比較被忽略的 或是以設立之言 被國民黨的長期所掌握、派系 所以導致呢 我們地方自治這個一塊呢 黑金衝刺 然後呢 很多的議題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到現在沒有辦法解決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知道 各位都知道那個大火農地事件 這個事情可以充分反映出 我們地方自治的失忍 地方議會的監督呢 有問題 那地方的縣長也是非常的問題 非常的大 才導致這種所謂的公民的反抗 也導致我們台灣整個公民社會 對於地方自治這個問題再不多重視 那另外一個面向呢 就是以台南市的這個問題 台南市的補會關係 也是受到非常多的關注 那當然最近因為呢 鄧格勒的關係呢 所以大家的關注的焦點 比較重視在這個防疫的部分 反而在政治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忽略了這個地方黑金勢力 盤踢地方的這種所謂議會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們認為 台灣明年大選以後來講 中央的國會過程要改革 可是我認為地方的自治 地方的制度更要改革 而且我們認為年輕人從政呢 也必須應該從地方這一塊的好好的去努力 讓年輕人可以從參與地方 改革地方 讓整個地方政治呢 不再是一種黑金盤踢的部分 黑金盤踢的現象 這個台灣的民主政治才有希望 我們今天這個座談外呢 主要是從制度還有改革 還有府會關係 這個三個面向去看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呢 邀請到四位專家學者 來就這個地方自治改革人 來發表他的高見 首先呢 我跟各位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委會的專家學者 我們就依照這個公告上面的順序 依照這個細思筆劃來介紹 第一位是我們吳錦金教授 吳教授是政理大學法律學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 那第二位呢 是我們陳美寧秘書長 我們陳秘書長是台南市政府的秘書長 我相信在這個台南市的這個 補貨關係這個正義裡面來講的話 他的觀察非常的深刻 那第三位是我們的知名的年輕律師 我們黃帝林黃大律師 也是我們最近被民進黨提名為 不分區的依法委員 那第四位呢 是我們羅成龍羅教授 我們羅教授是南台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的副教授 他也是長期關注於地方事務 尤其是地方的稅法 這一塊也是非常的專精 好 那時間的關係呢 現在我們就開始我們請四位的 與會的專家學者來語談 那時間呢 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們分為兩回合 第一回合請差不多20分鐘 每個語談的20分鐘 那第二回合呢 再請每個語談的5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會再開放那個綜合座談 希望大家即時廣益來尋找 我們要如何去解決台灣地方自治症的問題 好 那我們先第一位 是不是請羅成龍羅教授先開始 羅教授因為有發揮的 所以我們請他先開始的 不好意思讓各位移動位置 可不可以這一盞分子打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各位 基本上先用一句話當開場白 其實台灣還蠻小的 如果說你走過全世界 但是台灣很小就算了 我們又很喜歡把台灣做小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回去打開電視 我們怎麼看都是台北的新聞 什麼東西 台北的再怎麼小的新聞 也會變新聞 其實如果說看電視的話 大概就是台北的新聞 再來就是爆料公社 再來就是行車紀錄器 沒了 還有呢 頂多是前一天的《蘋果日報》 大概台灣的電子媒體就是這樣子 其實呢 把台灣搞得那麼小 那真的其實台灣還蠻大的 我們去看看說其實 像台南 剛好其實 我住台北 我住三重 但是呢 我的工作地在台南永康 所以我每個禮拜就這樣子 南北三百公里跑一次 所以說 大概 大概是說 在看這個台灣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問題很有趣 所以大概我的題目 我今天題目是這樣子 台南市府會關係生理與病理的剖析 這什麼意思呢 我的老師 李鴻熙老師 他把那個臨床 臨床醫學的概念把它放到法律裡面 用生理跟病理的現象來妥協法律問題 那大概呢 我就承襲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去談說 代理 台南呢 他的那個府會關係的生理病理到底是什麼現象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路徑 好 那我們 那既然要談生理跟病理的話 我們先來研究什麼是生理現象 簡單來說就是 正常沒有生病的時候 台南的府會關係應該長什麼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 當然喔 這個就是教科書上的東西 為什麼呢 議會我們先來看議會是誰選出來 議會是 人民 地方住民 直選的議員所組成的 但他最主要的工作其實不是直詢喔 他最主要的工作呢 基本上第一個叫做地方立法權 地方政府要制定任何的知識條例 你要經過這些人民代表 說yes才可以yes嘛 所以單純呢 今天市長想要去規範任何事情 不是他說了算嘛 這個我們叫做法律保留原則 落實到地方知識的層次裡面是這樣 所以地方立法權其實是地方議會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那在地方立法權行使的過程中的話呢 那你就是我們的台南市政府 把案子送到議會去議會審議嘛 喔不是這詢喔再講一次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預算 年底的預算的話呢 決定了明年台南市政府的錢要花在什麼地方 那這些錢呢都是明子明高嘛 所以呢透過議員的監督的話呢 來去行使地方的一個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的運作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但是我們要記得 就是要說齁 在地方在台灣呢 不管是中央那地方 我們採取的叫做二元民主 什麼叫做二元民主 簡單來說 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 沒有錯 他有直接的民主正當性 但是呢在我們台灣地方知識裡面的話呢 我們的縣市首長是有民選的 所以他也有民主正當性 跟英國不一樣 英國的話的話是內閣制式 就要過去了嘛傳過去 但是我們這個是美國式的 尤其事實說呢其實 以總統制的概念來講的話 我們的地方制度 才是很純粹的總統制 不像我們的中央 還有一個行政院長 在那邊去備詢 我們沒有地方就是直接去 所以的話呢 基本上呢 在我們一個地方的一個 正式的構造裡面的話呢 它是二元民主制度 所以沒有議會一定要去 那個地方的民主制度 一定要去聽議會的 沒有這回事 到底地方 地方府會關係的那個奮起的話 我們就依據地方制度法去看 那如果說地方制度法 有欠缺的話 有輸落的話呢 我們就要回歸二元民主去看 尤其是說呢 兩方都是人民選出版 要這樣看 這是生理構造 那生理構造的話呢 講完以後呢 我們就要來談說 那真的有沒有 照生理去運作 其實沒有 他生病了 他生病呢 又有分成兩種病 第一種是一般 世界各國的同病 這個病不管在台灣 不是在台南 在台北 在台灣 在日本 在美國 都會有的事情 第一個的話呢 是欠缺問政的專業能力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看我們地方議員所選出的 是因為他有專業嗎 不是喔 我們發現不是喔 當然喔 這邊又有分 有些地方的話呢 專業是確實是可以打動人心的 可是呢 尤其在台灣的一般的狀況裡面的話呢 你要去好寢坡 然後呢 白天你要在殯儀館看到他 晚上呢 你要在 呃 實驗場合看到他 這是我們對於議員的期待 還有呢 今天假設我有罰單的話呢 希望議員幫我處理 我今天有人要找工作 在市府裡面 有約賓庫的話 希望議員幫我處理 反正呢 我們議員呢 強調的是 選民服務擺第一 他不只是沒有能力問政 他還無心問政 有能力就算喔 沒有能力就算喔 就只他有能力呢 他的精神也都花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不講台南而已喔 而是全台灣大概都是正負責性 然後呢 這個還好一點 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 特權護航 最近有一個影片在網路上很流行 怎麼樣呢 在宜蘭發生了 你看不起我們投誠的人是不是 把警察局長調來電 我想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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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影片大概可能說 欸 議員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嘴臉 OK嗎 特權認為說今天我是議員的話 我來就特別大 或者是說最近的棒球很流行 在台中的洲際球場的VIP棒球是 我帶議員來看棒球 拿著一個VIP卡 OK嗎 議員是特權 就特權就算了 他還可以去資深更多的特權 所以說你看我們在路邊齁 很多的黑頭車都違規頂車 你走近一看 看一下黨方玻璃上面 要嘛就是立法院 要嘛就是議會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立法院跟議會的特色沒有發那麼多 有時候就是他們直接拿去硬了啦 就這麼辦 OK 所以說其實這還是一般的喔 這些病症其實我們從身體構造來看 都覺得已經很嚴重了 但是不好意思 這還是一般病 所以真的如果說在座 有在台北 有在台北或者雙北 台北新北的話 你們是幸福的 我們台南很痛苦 為什麼很痛苦呢 下一頁先不翻過去之前 想想看 如果說你腦髒還有陰 還有那種 台南市藝人問證畫面的話 你真的會很想哭吧 記不記得月光美少女 我真的很想哭欸 尤其是我的學校在永康 我說哇這就是我們永康選出來的藝人 好有特色 真的好有特色 然後呢前一陣子還帶兩個文章 好像那個霹靡布袋戲裡面的總警員一樣 我說這是你創什麼 那個彰化差點沒賣出來 這是我們的議員欸 好那另外一個場景 我在台北市當過公務員 台北市當過公務員 我常常陪總長進議會 其實呢 你要讓這些議員現行很簡單 你的那個鏡頭不要對準被巡邏官員 你就往下對 你就知道什麼汪框 根本沒來上班的時候就很淡 我不是講台南 是全台灣都是喔 根本沒來上班啊 不知道跑去哪裡啦 那那些議員說 沒有沒有我們來上班 我們在這個議員休息室裡面看 誰知道 OK嗎 真的是喔 領錢不做事的其實議員是第一名喔 好 所以呢 這就是台南戲政府的狀況 上面都排排坐 下面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然後呢 唯一放了兩三個就是準備當天要做秀的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地方的實態 好 所以這是一般戲 那我們再來看台南又怎麼樣 台南是這個樣子 這是台南特有的病例 他特有的病例發生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先看議會其實很大 議長 議長不只是在議會裡面主持會議的那個議長 而是他不是議會行政的頭 就像我們的立法院王金平院長一樣 他的影響力不是在議會裡面 誰上台誰下台在那邊當主席 錯 今天呢 議會裡面 行政上面我要用什麼人 我要採買什麼東西 那個權在我手上耶 他很大的耶 OK 所以呢 那在台南的狀況之下的話呢 這個掌握 掌握台南是議會行政權 議會行政權 然後對外代表議會眾議會會 會務的議長 他有雙重會選 什麼雙重會選 很簡單 他的議員取得有問題 他的議長取得也有問題 這叫做我們講的雙重會選 那雙重會選的話呢 其實這樣地方就很通信 就是說呢 好你說議會要民主殿堂 是不是 檢方進去搜索 翻箱打櫃看看你議長的辦公室裡面 有沒有會選的資料 找完以後的話呢 他還被申請羈押 大概兩個多月 大概二月進去四月都出來 差不多是這樣的 那被羈押 我們可以講到他沒有羈押權 對不對 這是法官認證的耶 所以說呢 狀況蠻特殊的 這張照片 好像是蘋果市報拍的 拍的非常的可愛 後面 後面是結束拍賣 那個 現在那個 記者真的很會取景 不曉得怎麼搞 絕對不是合成的 OK 好 那這就是台南醫會的特有現象 好的 我們先了解生理跟病理以後 賴市長果然是學醫的啦 真的你從平常心理學來看 我知道人的生理是這樣運作的 他今天生病了 那生病怎麼辦 我要找方式 那這個就是我們法律人的實質 我們在法律事務上面 有沒有設計一個讓他能夠解套的方式 沒有 所以呢 其實賴市長就自己想辦法 好吧 既然搞成這樣子的話 在今年一月 大概一月吧差不多 一月的時候 他說這個案子還沒釐清之前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是直接零選的 我也有民主正當性 對於另一個理應監督我 被賦予民主正當性的機構 居然產生雙籌會選的狀況之下的話 等你搞清楚以後 我再進議會吧 可是也因為這樣一個決定 導致後面我們這邊講的 彈劾跟工程 那彈劾跟工程跑得很快 尤其是我寫過 因為我一章 我發現說 監察會彈劾跟工程會 好像送到工程會決議 三個月就出來了 好快喔 好快到不行的快呢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這是一個插曲 大概呢 市長被寄 工程會寄一個申請以後 這個插曲的結束就落幕了 但是它只都是插曲 主旋律是什麼 主旋律還是這邊呢 OK 主旋律還是這邊 這個雙籌會選到底怎麼辦 OK 好 那今天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我們看一下 現在的一個狀況是 回歸病理癥癥 其實我認為可以歸納三大點 第一點的話呢 我們地方制度法根本沒有 去寫清楚這邊再怎麼辦 地方首長一審有罪可以下架喔 現在是這樣子 那請問呢 掌握地方議會行政權的那個首長 那個也是行政首長喔 他怎麼辦 我們法律沒有規定 地方是法的空的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是非法律的問題是 剛好呢 承辦的三個檢察官不見了 OK 當然我們的法務部說 這是正常的人事調動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這一點都不正常啊 誰就突然就不見了 再來的話呢 帝院審理也非常的可愛 可愛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公職員選舉法免法裡面有說呢 這種案子 選舉案子這個因為很重要 而且呢 它有速審速節之必要 所以呢 在我們的公職員選法法裡面 127條規定六個月審節 注意喔 六個月審節 在林全教的當選無效案 是去年12月起訴的 所以呢 大家用數學加一加 今年6月一審就應該有結果囉 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都知道 新國法院都知道 新有準備程序 才有實事申請程序嗎 現在這個案子 連實事申請程序都還沒走完 OK喔 再講到 週裡連準備程序都還沒有走完 所以呢 按照推算的話呢 今年現在已經12月喔 所以 李全教的案子呢 大概到今年都不會有結果 今年不會有結果 明年可能出爐 可能出爐 但是不要忘記喔 一審而已 那選舉訴訟案件是二審終結 所以呢 這樣子玩下去的話呢 大概案子判下來以後 他也任期結束囉 OK嗎 那我們的法院很好玩 說 這個是訓事規定啦 這個不拘束法官啦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第一次法事實罷交 為什麼不是訓事規定呢 OK嗎 我覺得這個解釋是太唬爛了 尤其是說呢 本來虛擬訴訟就應該速成速解嘛 你不速成速解的話 怎麼可以呢 那直接就是法官有問題嘛 所以呢我覺得最後的問 我覺得法官又不是說他怎麼樣 而是說你就違法失職嘛 簡單來說 用檢查院那套標準來看 所以怎麼辦 我認為是 結論 結論的話呢 我認為在法律上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地制法 地制法的話呢 我們應該把一生有罪 停止職務的那樣的規定 把他放在議會行政省上 議會所長省上 讓他暫時下降 當然剛才那個 吳景星老師說 那個無罪推定 沒有錯我這邊還是無罪推定啊 他還是議員 但是呢先讓你移開那個職務 因為那個職務破壞性實在太大了 好 我再舉一個例子 最近那個台南市 預算又沒省完的 預算沒省完 其實他們有機會把預算省完了 但是呢不好意思 因為他認為說會計省不完 所以要開零時會 一次零時會不夠 我還要開兩次 那你看這一年來 台南市在開會的時候呢 你發現說整個台南市議會 居然就好像議長的保護傘一樣了 這司法保護傘一樣了 這不對吧 所以說認為說這個制度呢 縱使我們知道第二個問題還是有 但是至少說你在制度上面 一省有罪推定職務的話呢 他議員資格還是有啦 但是先把他從議長那個地方 先暫時下降 以防呢讓我們的民主電廠 變成個人司法保護傘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好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不好意思 法官就著 我覺得這很重要 法官怎麼那麼牛怖話 尤其是說呢 法律明明就規定你要訴訟訴訣 結果呢 你說哎呀人家要申請我要迴避啦 不是這樣子的 一般的案子你可以講這種話 台灣的法院司法 台灣的審理人物話局是皆知 我們也更容忍 一個案子兩年下不來很簡單 那可以86可以發表意見 你的案子多久 有兩年了 對有兩年嗎 你還是小案子對不對 這個大案子 而且大案子呢 今天檢安方要動手 表示探資料收集很多 今天還被法院擠壓 表示法院也認可 這種案子居然準備程序 走了一年還走不完 這在幹什麼 我覺得的話呢 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用對法官客氣 直接的話呢 對這個違法事實的法官 趕快就責嘛 所以呢為什麼講這句話 永適有就責等 有就責交組嗎 可以啊 就你不要再拿法律的那一種 一般的空話說 案件不同啊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空的 本來法律要求 法律就要求你速成速解嘛 這不是一般的案子 所以說我為什麼會說呢 要求法官下手 這個是大概這樣子 那本來呢 已經到了結論了 但是給我30秒 我把結論換一下 你上面要再推 好 老師你上面要推 對 OK 你現在要把它拆出去 我拆出去 欸 你 不是 是那個 不好意思 終於開始 還有押韻喔 終於花就不行了 好 再把它打開 為什麼講到這個東西 好吧 現在最近大家都在封選舉 封中央的選舉 但是其實大家 可能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好 兩分鐘就完了 今天台南府會搞成這個樣子 大家都以為 這是你們台南小地方的小事情 你是六度裡面人最少的嘛 這個是認為 這個是你們台南的特殊案例 但是我認為錯過了 不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台南府會 明天就是總統國會 什麼意思 很簡單 我們先看一下 賴市長是用幾層的 是用幾層的知識度上去的 七層 你相不相信小英天拿到七層的選票 我不相信 不可能嘛對不對 再怎麼高也不可能嘛 好 那這一票會我們就是固定 但是國會呢 我們看一下 台南的國會是過半的喔 可以嗎 本來的國會是過半 不是議 本來的議會是過半的喔 那議會過半 也可以變成這台狀況 OK嗎 所以呢 當然現在民意黨很高興啊 maybe 行政員都快拿到了 maybe 國會可能七十起 昨天講的 但是我覺得 你不要太想翻轉嘛 好不好 縱使在台南的例子來講 縱使你是議會多數 我也可以翻轉 OK嗎 翻轉很簡單的 翻轉很簡單的 所以基本上不要小看台南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如果說 沒有把它記取教訓的話 其實明年以後 說不定他那個少數執政會 縱使你國會過半 你又變少數執政 少數執政又算了 你可能會比我們當年的阿扁執政 八年的時候更慘 OK嗎 所以真的要好好小心說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 導致說呢 今天本來在議會過半的 突然就選成了一個反對黨的 那到底是什麼因素其實要好好推啊 當然現在交給司法 但是我覺得不要太相信司法嘛 對不對 那甚至呢我認為說呢 說不定明年以後大家組成一個政調會 真相調查委員會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相信很想知道啊 就是說如果說 舊的那個議長 大家不喜歡他 新的這個議長 非常的以德服人 非常的有宅見 大家今天不分藍綠的 藍綠的也跑去支持藍的 我們辛苦口福嘛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藍的推敗 像黃麗穎律師 這樣的一個人才 去當議長的話 也可能可能 假設你是藍的啦 也可能人就過去了嘛 但是呢 我們看他好像也不是那種 以德服人型的啊 但是背後是什麼因素 我一直不想把那個字講出來啊 但是呢 剛好那個政黨 就是全世界最有權的政黨嘛 OK嗎 所以不要太欺負這種問題啊 OK嗎 當然還有一說是說 那個錢可能是從中國流過來的 當然那個東西的話 我們沒有中央的行政權在手 我們沒有司法調查權在手 那個東西 當然他就想說 你沒有那個 你這沒根據啊 但是如果說 好好查以後 我們真的在地的人 真的會非常的有 有興趣知道說 壞 那最後一句話 我還有一分鐘 30秒話 30秒號 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這就是法律的不該講的 而是應該是政治領域的事情 就是說 好啊 今天很多的人遭降納判 民進黨就開始收了收了收了以後 收了以後的話呢 換個旗號就變成民進黨自己人了 不好意思 結果就是台南市的告訴你 台南市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OK嗎 今天不是呢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未必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 這些朋友當酒以後 可能又變成你的敵人 因為他太容易動了 今天動他的可能是 島內的錢 可能是島外的錢 不知道 因為太容易換死資了 當然這邊 不曉得有沒有政治專家 有的話他其實可以 對我這樣出錢的東西 做繼續的嚴肅 那我想簡單的一個報告 到這邊 謝謝各位 好我們感謝那個羅神頓教授 非常生動活潑的這個解析 從生理跟病理兩個角度的 來妥協這個開幕府會的這個問題 也點出我們制度上的一些缺失 那剛才講的這個所謂的 李全家議長的這個 所謂雙重揮旋的這個案子 後來最近是被不起訴訟 這個也引起我們社會各界的一片誇然 我認為說這個案件 背後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在尤其是從刑法的角度裡面看 那到底出現什麼狀況 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多多關注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 吳錦丁教授 也是我們的刑法專家 來妥協這個問題 到底我們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會選的問題 或台灣的選制 從刑法的角度裡面 到底要什麼去解決 我們節目叫什麼 主持人還有在座位大家好 我今天這個 這個黨子 我是從這個無罪推定這邊來看 不過這個 我覺得在某種程度 目前我們的選霸 有關選舉附送 跟刑法的無罪推定 我想是有嚴重違反 可是為什麼這個 我感覺真的是很嚴重違反 但是為什麼會 我想立法則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 那還是會有這個違反的問題 我想還是台灣那個老問題 就是會選的嚴重性 那這個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選舉的環境 會選實在是太容易太容易了 就我所住的那個淡水好了 那剛好最近也要選立委 那我會發現到 這個我們那邊立委的選區跟 我們去年年底在選 市議員的選區 事實上沒有大大馬里去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說立委的選區 只多了兩個 兩個區就是這個泰山跟林口 這是原來還有四個區 就是我們淡水啦 巴黎啦 還有這個山之師門 然後這個是市議員的選區 然後這一次立委 多加兩個泰山跟林口 所以我感覺沒有大很多啦 所以這樣就會產生什麼現象 就是說 在我至少在我租的淡水這個地區 立法委跟市議員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就是剛才羅教授提到的 就是說都在做選民務 而且我把這個最近某一個政黨的立委 因為他已經連任在我們那邊連任好幾次 據說是這個非常這個屢戰不黨的 你再給他罷免也罷免不掉 這一次我看他還是會繼續當選 所以我看他的那個政見 比方說提到我們淡水人最關心的就是那個 那個要叫什麼橋 淡八大橋 淡江大橋 淡江大橋 淡八大橋 乖乖乖乖乖乖乖 然後或者是說那個輕軌啊 或者是這個淡水對台北市的第二條 第二條的道路 我發現到 我是沒有聊 但是我跟你講他四年前講的這些東西 跟這一次講的東西都一樣 那只是說比方說上次那個淡 淡八不是淡八 淡江大橋 他講說是那個時候四年前已經開始開工了 然後預計106年會完工 那這一次他把106改成109 差別只在這樣而已 那同樣的 在去年我們市議員 一樣這個市議員也寫了同樣的東西 所以這樣我感覺 立法委員跟市議員在我感覺 他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真的都在做一些地方間的選民服務 那這還要衍生出說 會選就很容易 尤其是我們的那個市議員 他是那種 學區很小又多數當選 所以你說一個議員 大概只要拿個三四萬票 他大概就穩定當選了 那三四萬票 他一張大概五百一千 我想這個市議員他如果真的要買票 的話事實上是蠻容易 所以這個選區的結構造成台灣的這個會選 一直到現在都說 會選到底沒有效 從來沒有辦法去仔細評估 因為這個就候選人 他要去買這個地區的選民的時候 他也會考慮到這個地區的藍綠比例 所以有些地區他看一看 買了也沒有用 那只是多少錢他也不會 所以這裡又夾雜一些人情關係 所以這個講起來很複雜 那不過就是說普遍來講就是說 反正有買有希望 沒買絕對沒希望 所以就變成老實講 而且我要講 這個會選的問題 一般大家總是集中在某一個政黨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不管是我所在的 單身這個區域 或者是我的戶籍所在地 我從小到大經歷告訴我 這個會選的問題 不是只有某一個政黨的問題 其他政黨也有某樣的問題 所以我只感覺說 台灣的藍綠之分有的時候 沒有真的藍綠之分 這個東西可能決定一切 那如果再講到議長的選舉 當然今天主要要集中在台南市 可是我一直在想 這個議長選舉的問題 這個會選的問題 難道只有台南市嗎 我是絕對不相信 我是絕對不相信 而且這個當然 我只是合理的話 因為這個涉及到就是說 如果去大概雙北比較好一點 大概雙北以外 新北我不曉得 那除這個以外你去看 你說哪一個議會 在議長選舉沒有會政或贏 我真的是不大相信 尤其是那種具有 我不能說什麼黑或金這種背景 這種的 他如果這個選舉 你說他連他自己在選 那個都有會選 那個議長 我想我只是合理懷疑 我們很難相信說 全台灣是只有台南市有這個問題 那只是說 台南市可能是因為他議會過半 因為其他的縣市議會 在某種程度 綠軍好像有沒有過半 那台南市是因為他已經確定過半 所以後來出來這個結果會 會好像比起影響出目 但是我絕對不認為只有台南市 那這個議長會選 在過去常常會有一個自罪的困難 就是說 往往這個開完票以後 已經確定誰當選了 可是到他宣施就職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常常在過去議長選議 他就會利用這個空窗期間 因為就是我們以前一直嚴格解釋說 那個有投票權的人到底在哪個時間點 是在他當選那一天還是說宣誓 就職那一天還是說中間一個發給什麼 當選證明 以前就利用這個空檔去買票 所以在以前碰到這個議長選舉 有的時候竟然是這樣 議長是無罪可罰 這個問題一直到2001年 這個要做出刑庭決議 才把這個問題在網路中解決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這種有沒有投票權 如果你是由最高的擁有刑庭決議 來做解釋是什麼 我是覺得本身也有很大的問題 那從這也可以看出來台灣 從這一點 最高的這個決議也可以看出來 我們台灣的議長會選的問題 一直都有 不僅存在 而且應該是很嚴重 或者他就不會去利用刑庭決議 把這個有投票權的人往前 大概以前都是用懸釋就是把它往前提升到 大概你只要投票那一天就確定了 那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即使是已經 檢察官已經開始針對這個議長的會選 開始進行增長 那剛才柳佳佑有提到 就是說目前我們的地方制度 對於那個縣市長跟對於那個議長 他是做不同的一個對待 這個如果是縣市長的話 他一審有罪大概就要停止了 可是針對這個議長 他並沒有做規定 那他就要適用議員這個部分 那議員一定要有這判決確定 那以台灣目前我們的刑事案件 尤其是涉及到會選案件 老實講都不清了 所以你說要等到這個有罪確定 而且是他的圖片我們在這個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目前的會選雖然也蠻重的 是三到十年 可是目前這個案件是可以上出第三審 可是這個審議面對這種所謂的這種政治人物 而且是具有不僅是議員 可能是議長身份的人 我們的這個案件處理就會怎樣 市場都會很慢 那這集中還卡到一個因素 就是說他議員有這一個不逮捕的一個特權 所以往往在某種程度在會計中 他可能就在偵查中可能就怎樣 這個案件可能就暫時就停止了 那如果在審判中也從中停止了 所以我們才會發現到就是說 由於這個議長 因為議長剛才有罗教我提到他權力很大 對不對 他隨時可以用加開一個臨時會 那他只要加開臨時會的話 那老實講這個案子可能就一直動在那邊 你說要等到三省定線 我想這個困難度很高 而且更加要是說往往會怎樣 往往可能一省有罪 可能一省可能在輿論的風頭有罪 可是到了二省以後那未必了 那三省又發回更省 這個有時候很難確定 那可能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選罷法裡面 他才規定說 如果你提選舉無效之數的話 一定要在半年內把它終結 然後如果一省二省這樣到最後一年 那因為這個不得上訴第三省 所以他才有這個規定 那而且他在我們的選報裡面規定就是說 我如果說選舉辦美 我已經認為你這個當選無效了 那即使後來的刑事判決 無罪確定 那你也不能去推翻這個選舉辦美訴訟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有點矛盾 就是說因為你這個制度設計本身就是 就是因為刑事案件要拖很久 如果等到你確定 那我才來說他當選無效 這個可能來不及的 可能像羅教學講的 那可能四年都過了對不對 那判怎麼辦 那所以他把這個選舉辦美訴訟 跟這個刑事案件做一個脫鉤的處理 脫鉤的處理就是要求選舉從這邊 比較快一點 然後現在那邊 以後整個判不管 可是這個就很矛盾 那就常常發生怎樣 就是說這一個人 這一個當選人 他已經被判是選舉訴訟無效了 可是後來他竟然刑事案件是判無罪確定 那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是有曾經有很多這樣的案子 那我不知道那一個當選人 他無罪判決確定以後 他到底有沒有去申請國家賠償 我不曉得 所以就會造成這個很嚴重的一個矛盾 那這也凸顯出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台灣現實面是會選真的是太嚴重了 那你為了解決會選 只要把它做脫鉤處理 脫鉤處理 面對就會面對這個矛盾 可能也有違反不罪推定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在未來 可能怎麼思考去解的問題 那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剛才講 刑事案件這剛才走要很長的時間 那往往呢 檢察官大姐那個被抓那個會選的 往往是那個裝甲 都不是那個 未必是那個當選人 好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檢察官就會拿說 這個裝甲會選被判有罪 我拿這個理由 來作為當選無效的提起的理由 常常會這樣 那我們都 他在舉證的時候說 因為他是他的裝甲 所以這個事情他一定知道 我想 這一種當然 當然你如果說要從防止會選這個角度的話 那當然你這樣 法官如果最後真的這樣認定的話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坊坊妹來講 就是說這個就是違反一些我們該堅持的一些某些基本的原則 什麼事情都用推的 都用所謂的經驗法則 這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因然命跟實然命 一個我們可能要去思考怎麼去調整的問題 如果動不動又是說 裝甲知道 沒有錯大部分的情況 你說你的裝甲去買票你不知道 這個大概真的 但是這個只是我們的經驗法則 可是在法庭上面 我們要講證據 不是講議策 不是想推斷 那往往檢察官就是拿他說 這個裝甲 他被判有罪 所以呢 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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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候選人一定知道這個理由來做當選無效之術 可能這個 這個我是覺得這個也有 有一點有我們證據裁判的法則 然後 然後在李全教這個案子裡面 剛才有時候提到就是說 這個案子怎麼一直拖一直拖 然後又對法官就走 在這一點 應該怎麼講 還是那個因然命跟實然沒有問題 你說 如果也要從法律面來看的話 你說這個法官到底有沒有違反程序 我認為是沒有 因為你你原則上就是說 我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民事送法三角地相 就是說原則上只要申請迴避 案件就應該停止審判 所以基本上沒有 除非說這個法官認為當時的 現在延當處中 可不為停止審判 那所以呢這個就要看你 你適用的是前面來後面 如果你強調的是前面 你申請了我當然要迴避 我當然要停止審判 這個法律上絕對站得住假 那只是說 那他好像申請迴避 申請了至少三次吧 那這個很明顯 可以從當事人選在延當處中 可不可以停止 那到底呢 是不是在延當處中 有時候看外觀不一定 你申請第一次的話 當然看不出來 申請低了誰會避 那我印象中是申請第三次以後 好像第四次來 他就沒有停止了 好 那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到底要幾次 這個法律很難去做一個 那個研判 比方說那個 我舉一個 跟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很類似 就是說現在那個酒駕 因為很容易就 就破那個 那個千分之0.25 所以呢 那總不能說 你只要千分之0.25 我就送檢察官去幫他起訴 就把他抓去關 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就關不完 所以他們的那個 那個檢察事務裡面 就就界定 我們都常常講三次 因為三證三證 可能有一點那種 美國三證 往來越大 就三次 那我看這個案子也差不多是這樣 他就第三 啥啦三次 那第四次來 我就沒有停止 那沒有停止 為什麼還是繼續 繼續拖呢 那當然這個 又是幾道訴訟技巧的問題啦 我看到媒體報導是說 李懸教 他不停止什麼 開始要 開那個 準備程序的時候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解除了什麼 他的律事的違認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我解除了違認 所以他又不在 然後結果 下一場那裡 再找人 下一次來 我不知道啦 好像我看到媒體是不是 他解除那個 還是後來一次 他還是拚了那個 所以呢 這個 我覺得在形式上 你要說法官 有沒有法 我認為是沒有啦 那只是說這裡會突顯一個 很麻煩的問題 我覺得 我也不是說 形式上沒有問題 但形式上沒有問題 要不要後來我問究者 我認為 就是說這裡就出現一下 就是說今天 突顯了我們施法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一人而一的問題 今天這個 這一個人 因為被告是這個 李懸教 所以基本上怎樣 我都按照法律程序走 但是謊方面講 今天假設這個 被告叫吳景欽的話 他會不會這樣 我看肯定絕對不會 這個可能 才是從這一點 我看出來 我們台灣施法的問題 這個未必是 這個法官的問題 個別的問題 我看到的是 這個很大的問題 這一種的一個表征顯露出 不僅在這個案子 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什麼 日月光的案子 或者是說 好像說第一審要宣判 魏應聰的案子等等 我認為魏應聰 可能一審應該是判無罪 所以這裡就突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看日月光的 那個一審判決 判無罪判決 你認為在 我認為都沒有問題 他堅持 無罪推定 罪以為定等等等等 都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說 如果這個被告變成無警親 會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可能這裡是看出了這個問題 這個我覺得才是台灣 最大最大的司法 台灣目前司法最大最大的問題 這個可能不是 針對個別的檢察官就職 就能解決的 好 那最後呢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那看起來 目前你針對一個議長 不要說是議長 連議員會選我們這個 法律都有圖窮之處 他都有死不善意的 要不要幹光講議長 那如果說 對議長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偷偷 我想李全强應該是很可以 安然的度過他這四年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可是大家都已經很感到 這個已經有會選 至少有那個合理懷疑的情況之下 那他坐在那個位置 坐得穩穩的 那人民會覺得不符啊 那我市長是不是可以拿這個理由 做為去議會 這個我倒是不大贊同啦 因為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你今天市長面對的是議會 不是只針對他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手段 我不曉得啦 至少我是不以為然 那不過 反方便講 那監察院可不可以用這個理由 去談和市長 我認為 這個也太過其失了 因為這種很明顯的 是一個政治力量的解決 那在這個時候呢 該訴求的是政治力量的解決 你們五會之間自己去玩 去角力的問題 你監察院憑什麼介入這個東西 那更何況 因為 那民選首長 到底呢 能不能整理我們談了 或者是 我們工程法裡面 懲戒的對象 我一直覺得有疑問 甚至這個 我們工程法裡面 列的那幾 那些手段 就是說什麼測職 聽職等等的 我印象中好像民選市長 除了撤職跟聲介 有沒有用聽 好像有一個 但是我一直以為 有一個被停止過 好像叫林柏龍 就是那個 維爾康事件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不是 可以當然現在還講 盡量都避免用中介的 什麼都用 點多撤職跟聲介 那這個案件根本 就算你要談和 你也撤職 我看你也不可能 你撤職的話 我看整個選民都翻起來了 那只能用聲介 我就搞不從 這個聲介到底有什麼意思 我們在學校 要既學生聲介 累積於三次小過 然後三次小過 大過三次大過就退學 那難道我們要對耐心者 繼續聲介下去 然後給他退學嗎 這個也很荒謬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 覺得說 這個從開來歲月的意思 凸顯出 我們對於目前這種選舉 是說 跟無罪推定 還有這個證據 他可能有一些取詞的地方 但是這個取詞 是不是該用監裁 或者是工程衛 這樣的一個法律手段 去接入去選舉 我是認為我反對的 我就簡單的報告到這邊 好 好 我們謝謝吳教授精彩的分析 我們看吳教授提議 有幾個議題 就是說 會聲會影的問題 其實去年那個129選委以後 大家這個議員 這個要組成議會 當時的 不只是台南市議會 台南市議會 其實新北市議會 也是 而且後來還有議員 被開除黨籍 這個新聞媒體 他都有寫 大概不叫什麼